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楚瑜了 宋楚瑜到底会在辩论会上还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们今天来深入讨论 我们介绍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介绍资深媒体人周年华 年华你好 宋青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文化大学副教授纽泽薛 纽老师你好 宋青各位大家好 我们先了解一下 其实三组的候选人 包括马英九 蔡英文 还有宋楚瑜 据了解各个阵营 都为了他们的领导人 候选人的辩论会 都在准备当中 准备的如何一起来了解 去年四月 马英九 蔡英文 针对ECFA进行辩论交锋 当时马英九站进上风 逼得蔡英文频频口急 事隔一年半 双英又将上电视 进行台湾领导人大选辩论 双方都准备好了吗 幕僚说马英九公务繁忙 很难抽空练习 不过政绩倒背如流 可以完整表达出来 反观蔡英文 浩正以霞 已经找两位对手模拟 28号开始就会密集训练 双英摩拳擦掌 宋楚瑜方面 强了一切平常心 但希望能够唤起 人民对宋省长的回忆 外界评估 送了演说能力 本来就高过双英 这次要如何批马打菜 就看12月3号 三强辩论交锋 我们先请一下牛老师 其实这一次双方阵营 其实都有幕僚 在帮大家来准备 我们谈谈马英九阵营好了 马英九阵营这一次的幕僚 有哪些人呢 其实马英九阵营幕僚 基本上是他自己 本身的一些发言人 不管是前后级的发言人 比如说王玉琪 这个也是学者出身 那罗志强 本来就是一直打辩论 然后在媒体评论 之前他还没有做发言人之前 常常也都会写一些 相关跟辩论有关的一些文章 特别是针对几次的一些 选举的一些辩论会 他都会写文章 也就是说 他其实从学界 也就开始打辩论 那现在马英九的发言人 台湾交友站发言人 叫英伟 那英伟 他也是打辩论出身的 那据文还有得过最佳辩识 那所以呢 这三个人基本上 都是辩论的一个班底 他们其实会着重在 马英九的一个攻防技巧上面 跟逻辑的一个推演上面 或者他们也会去 交马英九去抓蔡英文 在辩论过程中间 不合逻辑的一些地方 去批判他 去穷追猛打 那另外在整个 攻打守便的一些部分 其实我认为 这三个辩论的操板手 他也会去帮马英九 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布局安排 不管是强化自己的优势 或是弥补自己的弱势 利用环境上面一些威胁 如何去避免 利用环境上面的一些机会 如何去避免环境上面的一些威胁 我相信这几个人 他其实都会有一些 绵密的一些杀盘推演 所以说那我们来看看 民进党这边 蔡英文呢 刚刚他们的发言人也谈到 其实这一两个礼拜 这整个幕僚都为蔡英文 在准备他的这个领导人的 这个候选人的辩论会 这个幕僚又是谁操盘 其实他们幕僚 其实你说这种大选的辩论 包括吴乃仁 包括邱毅仁 包括党部里面 辅选的很多老将 其实都相当有经验 因为已经选过好几次了 那这一次主要政策的部分 因为蔡英文他 我的了解 他是11月28号当天 一整个白天 他行程都没有排 就整天在准备 这个辩论的事情 那原本是要找人 去扮演这个马英九 用这个虚拟的角色 假想敌 但后来蔡英文认为不需要 因为蔡英文对这场辩论的看法 他是觉得他想花比较多的时间 把他的十年政纲 政策的部分 把他讲清楚 然后对于这个辩论的 技巧上的攻防 蔡英文倒是不是这么在乎 因为他觉得说 他重点是要把我的政策讲清楚 那当然彼此会有一些攻防 那其实主要 在帮他准备政策的 大概就有两个比较关键的角色 一个就是现在政策会执行长 陈其邁 那一位就是傅秘书长刘建新 那刘建新以前在政策会 那以前过去八年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他也当过官 当过政务官 那刘建新因为长期 整个十年政纲的 整个从诞生到讨论到草拟到完成 他都全程参与 所以他对于蔡英文的整个政策 其实那个脉络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们就提供政策幕僚政策咨询这样的角色 那蔡英文当天时间上的分配如果以十分来讲 他大概会有大概六分是放在阐述他的政策 那大概其他的四分可能就是会去做一些工防 当然他们也准备了题库 人家会问你什么 或者是我要问人家什么 他们都事先都会准备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 这一次蔡英文有什么要准备的必考题 我们做了一些整理 包括两岸议题 这一定大家一定要问蔡英文的 另外还有他的十年政纲 像刚刚年黄所说的 还有包括经济社会民生等议题也是避不开 但是里面有一个最特别的 就是我们这边提出来的第二点 特赦阿扁这个议题 蔡英文应该回避不了吧 这个议题蔡英文会是备而不用 因为他绝对不会主动提 但是他们也预估到 对手一定会问他这个议题 那我想蔡英文大概这个议题 他一定会有准备 那其实我觉得他的重点 会放在后面这个民生经济的议题 因为两岸议题 其实蔡英文已经定调很早了 他就讲说就是台湾共事 那当然马英九也好 宋楚瑜也好 一定会攻他 九二共事这个问题 那双方 我想双方的攻防 大概不托我们这一阵子 在台湾媒体看到的 大概不会有什么新的东西 因为两岸议题这个部分 在台湾来讲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议题 所以他不太会有 不太会有像马英九前一阵的那种 暴冲又紧急刹车 那种状况出现 所以我想蔡英文的重点 会放在民生经济议题 那包括最近大家讨论很热的 这个水果的议题 我觉得也帮大家上了一课 农产品的课也不错 所以说其实蔡英文 应该是有备而来 那马英九方面 这些他的幕僚 都是所谓的 这个辩论社所出身的 对于马英九 真的能有多大的帮助 马英九的必考题又是什么 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整理 包括他这一次的一个执政政绩 这是一定的 大家一定会挑战他的执政政绩 另外一个就是和平协议 也就是两岸议题 还是马英九不可回避的 另外据了解 马英九的黄金十年 也是他想在这一次辩论会强调的 的确如此 其实我再补充一个概念 就是说马盛莹从2008年的时候 针对相关一些辩论 其实就有角色扮演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有cosplay 这样的一个概念 2008年的时候 其实就有马英的辩论高手 不管是学界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的幕僚群 就有人去扮演谢长廷的一个角色 那今年也是一样 蔡英文的一个角色 或者是宋楚瑜的一个角色 其实他的幕僚都会去扮演 这些相关的一些角色定位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有一个好处 意思也就是说 你扮演蔡英文的幕僚 或是扮演宋楚瑜的幕僚 你就会在这个短时间之内 去不断地搜集 蔡英文相关的一些资料 包括他自己本身 个性的一些揣摩 或者是包括他的一些 施政的一些 不管是十年正纲的一些相关内容 至少这样的一个模拟 蔡英文的一个人 角色扮演 他都会去把蔡英文相关的一些事情 去做一些清楚的一些整理 他可能对他的个性脉络有了解 对他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脉络有了解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 在模拟的一个场域里面 对马英九来讲的话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那我现在再补充一些 相关的一些议题 马英九一定会被蔡英文 问到和民协议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马英九一定会供蔡英文两岸的一个议题 你和而不同和而求同 或者是台湾共识 或者是你否定求二共识 这些相关的一些概念 因为毕竟 国民党把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定位在空心菜 意思也就是说 和而不同和而求同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你蔡主义还是没有说清楚 那台湾共识 到底什么叫台湾共识 你也讲的不清不楚 甚至你某种程度在回避 然后蔡英文甚至有说出 这个两岸政策相关有一些内容太复杂 等我执政之后再说 我觉得这些在论述上面 突贼出包的一些言论 其实都会被马正英拿来做一个攻坚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为什么蔡英文会攻和平协议 主要年旺兄刚刚也有讲到 因为和平协议这个 马正英所提出的这个概念 他其实是没有完全非常成熟的 所以你会发现 他第二天又抛出了一个补充 第三天可能又抛出一个补充 这个补充不断在补充中 而且有左脚踩右脚这样的一种情况 大家会认为说马英九你想清楚了吗 对 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说他那个补充 马英九相关的一些补充 比如说十大保证 十大保证在传播上面来讲的话 他基本上是无效的宣传 为什么是无效的宣传 因为你的宣传要简单清楚 易懂明了 而且一次到位 而且要能够事先去因应 蔡正英的一个反宣传 可是我们看到马英九正英 在和平协议上的一个表现 他基本上防守的一个力道 可能是比较弱的 对蔡英文的一个反宣传的一个力 反宣传的一些策略 也没有办法去做很好的一个因应 所以我们估计就是说 蔡正英虽然在两岸政策 他有一定程度的盲点 但是蔡正英他一定会去抢攻 和平协议 这个造成 可能造成马英九跟蔡英文 黄金交叉或是死亡交叉 民调上面 这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除了蔡英文之外 马英九要担心的 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人 就是宋楚瑜 到底宋楚瑜会有什么样的必考题 我们来了解一下 就是与其说宋楚瑜的必考题 还不如说宋楚瑜要问马英九哪些问题 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因为宋楚瑜这次的焦点 就放在马英九的身上 所以我们这边透过手版 也来了解一下 包括我们这边做了一个整理 宋楚瑜可能会对马英九提出来 就是马英九是否会对对岸领导人 坐下来谈的问题 必须要说清楚了 另外马英九还是 避不了和平协议的问题 是否维护台湾的利益 另外一个就是宋楚瑜 一直在谈的经济问题 请教一下您的话 其实我倒是觉得宋楚瑜 我现在可以预期 这场辩论加分最多的 应该会是宋楚瑜 而且如果辩论完马上做民调的话 宋楚瑜应该会得到一些 还蛮高的肯定 因为其实这个不意外 因为宋楚瑜最近在 这个电视媒体上的专访的表现 以及他的口才 他的表演政治的动作 其实不意外这场辩论 他一定会加分 我倒不觉得宋楚瑜会着重在 两岸的议题上 因为宋楚瑜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我觉得他会主攻马英九的民生经济 因为宋楚瑜是一个非常善于说故事的高手 加上他以前做省长在地方这个执政的经验 他可以把一个故事 把一个人民的心声讲得活灵活现 那这个在电视的表现上 他会非常吸引观众 所以我觉得宋楚瑜会绝大多数的状况 会主攻马英九的民生经济 而且我觉得宋楚瑜应该不会防守 辩论当天他应该不会防守 因为不管马英九或蔡英文 大概也不会去攻击宋楚瑜 那宋楚瑜大概就会8分对马英九 然后大概稍微2分少一下蔡英文 我补充一下蔡英文 其实我觉得蔡英文大家别忘了 他是谈判出身的人 谈判出身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他在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他谈判前的准备工作是 要了解你谈判对手的整个 包括他的出身背景 他的文化背景 他的种族 因为你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想要什么 然后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谈判高手一个很厉害的部分是 他不会陷入对方的逻辑里面 因为你一旦陷入对方的逻辑 你就不用谈了 你就被牵着走了 对 你就输了 你这场谈判就输了 所以蔡英文在辩论会的时候 应该会相当程度发挥他这样的优势 那两位来宾的分析 其实各个阵营 应该都已经是个准备好 尤其是模拟对方可能会对你出什么考题 但是大家如果回顾到去年 就是马英九跟蔡英文之间的 ECFA的辩论的时候 似乎也有一些状况 大家会认为蔡英文的表现 这一次真的能比上次好吗 还有这一次马英九的最大的幕僚 也就是周美金 会不会在马英九的辩论场出现 我们稍后回来再来讨论 走进台湾带您关心台湾市 12月3号第一场台湾领导人候选人的辩论会 就要展开 大家也都相当的关注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 其实大家非常关心说 到底马英九跟蔡英文 这两个最主要的战将 这一次又会表现的如何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在一年多前两个人交手的一个情形 你刚才讲的克姆和波特 他们都是竞争权大师 就是经济大师 但是他们不是政治人物 他们有政治责任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这么悲观 每一个人看到那种情况都回家哭 说怎么办我要失业了 他们会找机会去闯 台湾人不是被吓大的 哎呦 我是觉得真的 我感觉到 蔡主席 你跟基层真的有一点距离 你要去了解他基层怎么想的 像你们什么都不做 然后等等等 等了个半天说直行弄那个春节包机 那有几个人做 你保证农业不开放 但是你要如何保证呢 我到现在还听不出来 你要怎么样有效的保证不会开放 你别忘了你的633到现在 很多人都追着你问说 633到哪里去了呢 我必须料敌从宽 欲敌从严 我不能够把可能不发生的事情就当做不发生 我要当做它可能发生 但是我到时候很快的可以有因应的办法 这就是我现在做的 民进党的做法我们很了解 过去8年要做什么事情 只要有一些人反对就不敢做了 如果台湾整体的经济利益 如果没有受贿的话 我是不能接受的 宁可破绝在所不许 我也讲了 已经开始有点情绪起来了 那我们还是回归这个理性的这个辩论 看到这个一年多前两个人的交锋 很多人在事后其实评论说 蔡英文好像没有如预期 但我们看到这个片段 感觉上蔡英文是比较理性 而马英九似乎有很多情绪性的字眼 其实坦白讲 就是说那场辩论 其实马英九是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因为第一个 他对于辩论的一个经验 比蔡英文要老到的多 毕竟他历经过几次的一些选举 都会有辩论 那所以马英九的一个辩论技巧 或者是他的一个态度 比较从容不迫 的确是占了优势 那第二个辩论主题是ECFA 那ECFA是马英九执政下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政策 那所以对于ECFA的一些 聚系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或者是他的原因 或者是他预期前瞻性的一些理想 或者是好的一些结果 马英九信手拈来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去攻击蔡英文 或是挑战蔡英文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 马英九因为选举选多了 所以他非常非常清楚 庶民用语 所以呢台湾人不是被吓大的 或者是一些简单清楚 易懂明了 能够跟基层拉近距离 比较同理性的一些论述 马英九掌握的比较到位 那反观蔡英文 他以前没有历经过选举辩论的一个场子 然后那个时候 他不是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 所以都会影响 他在ECFA辩论的一个表现 那我觉得蔡英文那个时候 还是太像学者 所以他会讲得非常非常高深的 一些学理的一些基础理论 或是讲到国际政治经济等等 那这些东西基层民众 他完全都听不清楚 他会觉得你像个学者 所以我们要请教年华 现在民进党看到蔡英文的问题了吗 其实蔡英文应该是有很好的内涵 但是怎么样把它发挥出来 民进党看到了吗 其实刚刚那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蔡英文的特色 当时马英九讲得很 这个情绪有点上来 他马上讲说 我们好像有点情绪 我们回到理性的辩论 这个就是他在谈判里面学到的技巧 不要陷入对方的逻辑 你当时如果蔡英文跟着他也情绪上来 那你就输了 其实ECFA这个议题 照理说是蔡英文的专长 因为这个是他博士论文的 研究的相关领域 那当时蔡英文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刚刚其实牛老师也提到 他比较像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学生上课 老师在教课的时候 当然是想把我的所学 就是按照进度通通交给学生 可是蔡英文当时忽略一件事情 ECFA这个议题 说实在说难不难 但是说简单它也不简单 你很难在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 把你的想法 把你对ECFA的担心 通通讲给台湾的人民听 后来他们事后去检讨 蔡英文他们就发现说 蔡英文太急于想一次把所有的东西讲完 那你基本上在这种时间限制的辩论会上 你是做不到 所以他们这一次会采用比较 就是说我一次挑一两个重点 我只要把这两个重点讲清楚 主攻的议题讲清楚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说现在的蔡英文其实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经过了这个选举的洗礼之后的 蔡英文跟马英九在现在选战当中 议题的交锋两个人的表现如何 在这里我真的要向蔡英文主席呼吁 你说媒体说你是罗宾汉 我认识的罗宾汉是行侠仗义 劫富济贫贫 不是造谣抹黑 陷害忠良 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 提告这件事情我觉得选举的味道太重了 这样给人家的感觉呢 不是民主进步 是民主堕落 对不对啊 对 All indicators show that the election would be a very close race and there is a real possibility that I will win yes this is what I'm waiting for I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may be worried about our victory first of all a peaceful and stable Core Street relationship is key to continuing Taiwan and U.S. relations when I am elected of course Next year I will place great efforts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aiwan Street so we hope we could resume the negotiations on that of course We will say Hey don't forget the beef No I will not forget We will try Well you will have beef a few moments later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hope we could do a lot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with our people Letting them understand the pros and cons of such a policy and hopefully they will agree in the future 評價一下年皇 其实现在蔡英文 跟之前辩论那时候的蔡英文 有很大的不同了 她应该比较掌握得到 所谓的政治语言了 当然这个蔡英文 经过这几年的磨练 选举选了那么多长 当然她在这个 所谓的政治语言 或是群众语言上面 一定会有她的进步 她最近有一个 很经典的对话 就是前一阵子爆发 这个马英九 有建主头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有人讲说 这个主头现在是好人 所以呢记者就跑去问蔡英文说 请问你觉得这个主头是好人 还是坏人 蔡英文很轻松的 四两拨千斤一句话 她说你们应该去问马英九 因为她见过她两次 她比较清楚 她是好人还是坏人 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不要陷入提问记者的逻辑里面 我把这个问题 感觉上是丢回去 但是事实上我已经回答了 而且反而利用这个 旁敲侧击的方式 又再稍微戳了一下对手 我相信在这次的辩论里面 蔡英文应该在这个语言的掌握方面 应该会进步很多 因为其实我补充一个漏网新闻 没什么人知道的 就是当时FBA辩论 中场休息的时候 幕僚就跟蔡英文在一个休息室里面 蔡英文就很生气 她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皮的人 因为她觉得说 你马英九你这么高的位置 你不应该一直闪躲我的问题 你应该正面回应 可是蔡英文当时当天 马英九的表情是完全出乎蔡英文的意料 所以为什么当天大家会觉得说 蔡英文的表现不是那么好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她有点被马英九吓到 她没有想到说 马英九会有这样的反应 她觉得辩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不应该只是说耍嘴皮子的 或者说太着重于辩论的技巧上面 应该是把事情说清楚 但是我相信这一次蔡英文 应该是有备而来 可是这次也有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像年华刚刚有说 其实蔡英文这一次 希望把她的所谓的十年政纲给说清楚 而且是在马阵营方面 我们请教牛老师 马英九这一次好像也非常期待 这个辩论会的到来 是因为她觉得终于有机会 让她把她这些年的成绩单 端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要问 这个辩论会有时间让大家 把自己的政绩说清楚讲明白吗 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时机 其实把自己的政策 全盘说出来最好的一个时机是专访 因为专访它跟新闻的一个报道片段是不一样 因为新闻报道片段 可能会有断章取义这样的一种疑虑 那所以候选人他还是最喜欢是专访 那其次的话其实就是辩论会 因为辩论会至少他有开始的深论 然后最后的一个结论 然后他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政见也好 政绩也好 政策也好 比较全盘快撞的说出来 让选民比较容易了解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马英九在机场辩论会 我估计他的一个攻守布局 第一 他一定会强调政绩 那第二个 某种程度 他会进行对蔡英文的一些攻击 那最后一场来讲的话 他一定会聚焦在整个黄金十年 这个前瞻性政策论变上面 去说服中间选民来投给他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请教牛老师 这很有趣 大家都在关心 过去ECFA的辩论的时候 他的夫人周美金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幕后操盘手 这一次呢 周美金会像以前的辩论会一样 他也会出场 至少在媒体上面 他又板回一层 有一种聚焦的一个效果 那说不定对马英九来讲的话 也有一个吃了一种定心丸的一种感觉 是 所以说很有趣 这场12月3号的这个辩论会 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状况 大家拭目以待 走进台湾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今天见 走进台湾 有华发股份 独家特约播出 收到保股份 其实这个辩订阅 也会给你 我们开含